豆干包配啤酒 你要去跑船喔 是不是 我就跟你說我海港男兒 這邊刺一個 幫我合成一個毛上去 下一道菜 哈囉大家好 是廚房廢包帥哥 競選感抽中啦 這個姿勢 今天我們收到一個任務 是要來介紹基隆的特色食材 反正基隆呢 其實真的蠻屌的 他因為海港的關係 就是融合了很多國家的料理 像是很有名的沙茶咖哩啊 或者是日本竹倫演化出來的吉古拉 好不好 今天都不會介紹 請發言人來為我們講解一下 來 有請 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我們與基隆市政府 觀光與城市行銷處合作 大基隆歷史場景在線之 成果推廣文化觀光加值整合計畫合作 活動名稱叫做 基隆時空漫遊指南 讓我們謝謝謝謝基隆爸爸 上頭掌聲來 上頭掌聲來 我剛講的都是對的嗎 不過我覺得這個活動找我開箱就對了 雖然本人不是基隆人 但我也是台中海線出身啦好不好 有一句話叫做 海港男兒挺 海港男兒 怎麼挺 聽起來有點澀澀的 總而言之呢 看完今天的影片 你下次去基隆玩 就可以知道 帶哪些很讚的伴手禮回來啦 因海而生的基隆 自古及與海洋緊密相連 更發展出獨特的海洋文化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特色海鮮呢 第一個要跟我開箱的是這一個 飛魚卵XO醬 還有這個是八斗子小捲醬 這兩個醬汁呢 它都有寫它是純手工精緻 然後不含防腐劑跟味精的喔 飛魚卵XO醬 它裡面材料就是有飛魚卵 然後干貝它說是它手工剝的喔 然後我很喜歡它這個品牌的名稱 它叫做 心肝寶貝 好喜歡這種諧音曲的名字 我也是有點著迷耶 心肝寶貝頂級飛魚卵XO醬 還有八斗子小捲醬 那我們來試吃看看吧 那我們今天試吃呢 我覺得直接吃太硬了啦 所以我們準備一碗熱白飯 一點蔥末還有蛋黃 我們把它拌在一起 試看看它的味道 這個不用一分鐘 你打一顆蛋 然後把東西拌一拌 看起來變得非常高級吧 吃的時候呢 再把你的蛋黃攪開來 然後跟熱白飯 還有這個海鮮醬 小捲醬拌在一起 我試吃囉 海水的味道非常濃郁 但是我覺得最讓我驚豔的一點 這兩東西看起來是醃漬物對不對 但它吃起來完全不會死鹹 然後它這個小捲 真的很狂耶 它真是整罪的耶 所以不會有要洗腎的感覺 不會 完全不會 你看我都可以這樣單吃 而且我甚至覺得 口味比較濃 我其實覺得 你甚至可以再淋一點點醬油上去 真材質量你都看得到 整個那個小捲的親戚 整個家族都被封在裡面了 我喜歡飛魚卵的這個多一點 但我覺得它做成EXO醬 還有那個干貝的鮮甜在裡面 我滿推的喔 這個我可以先把一整碗吃掉嗎 為了拍這個開箱我餓一整天了 可以拿來炒飯嗎 懂料理喔 謝謝發言人 如果你拿來炒飯的話 你就把你所有的料都炒熟 最後再拌進去把它拌勻就OK了 我覺得這家炒飯裡面 會讓你的炒飯再提升一個檔次 看起來就變高級了 基隆八豆子漁港 是全台著名的飛魚卵產地之一 漁民們會將上面有飛魚卵的草席 鋪在地上曬乾 就像一模模金黃色的稻田 在港邊等待收成 是八豆子在除夏時節才有的特殊景象 第二個呢跟大家介紹的是 基隆八豆子的特產飛魚卵 這包裝寄來的時候我其實有點嚇一跳 就是滿肝滿硬的 這麼大一包 然後是冷凍的 晾飯包 晾飯包 一般來說啊 這個飛魚卵他們補貨回來之後就會研製保存 所以大家在市面上就可以知道很多那種 飛魚卵的加工食品啊 像是香腸很常見嘛 還有什麼泡菜 然後其實市面上現在大家很有創意 都會做各式各樣的料理喔 只是這個牌子 名字很有趣 就說阿里棒棒 欸我覺得他們取名字的邏輯 我都很喜歡欸 好不好 海港文化你懂不懂 欸你看這個飛魚卵 在那個光這樣一照著它整個在發光欸 好漂亮喔 這個飛魚卵其實讓我想到那個 明太子義大利麵的料理手法 所以今天呢我們就來做一個 飛魚卵義大利麵喔 那做法一樣很簡單 你只把所有的東西都進去喇喇耶 看起來很好吃吧 看起來很好吃吧 嗯 它剛剛很特別耶 因為 你不會料到就是它會有一點 啵啵啵啵啵的感覺 這個冷凍的飛魚卵解凍之後拌進去 真的就是會一粒一粒的 很像在吃那個跳跳糖 像我們今天這樣簡單拌一拌 我就覺得它鹹度是夠的喔 我沒有另外再放鹽或者是醬油 所以大家在家裡 如果你要用這個鹽字飛軟料理的話 你可能都要先試吃一下 而且很簡單 廢到不行 拉拉而已 我覺得你拿來拌那個台式的麵條 應該也會很好吃喔 真的可以加一點點醋或檸檬汁 我覺得也會超讚 甚至做成冷的那個 那叫什麼 義大利麵沙拉 嗯 或者是炒飯也可以 烘蛋 就是類似這一種料理 對 你可以把它當作主要的那個 那叫什麼 調整鹹味的那個材料 基隆有句俗諧 福州基提社聊有聽 用來比喻福州人與基隆往來密切 豆干包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了 這個是魚丸貝阿的豆干包 我知道這個東西 肉眼看起來 它其實跟阿給有點像對不對 不過它們其實是完全不同歷史文化下的產物喔 賣弄一下好不好 今天這個 你說我是誰?指揮官 你是發言人 發言人 對 我們這個 發言人 謝謝發言人 豆干包呢 它其實是受到福州 你知道他們很多 魚漿料理的文化影響的喔 這個豆干包外面是油豆腐 然後裡面包了調味過的肉餡 最後 我們再用魚漿把它給封起來 就可以看到今天 長成這個樣貌啦 其實我覺得應該會蠻好吃的 感覺味道就會很濃郁 那我們就直接先煮個兩顆 來吃吃看 好 很 很Goldavi耶 在拍穿越YouTube的感覺 你懂嗎? 不懂 就是很回到過去耶 這真的是小時候你在家裡巷口的麵店 他才會賣的這一種很台灣傳統的風味 阿嬤牽著你的手帶也去吃中餐的感覺 對喔 就是這種感覺 旁邊可能還會配完貢丸湯什麼的 魚丸湯 這個豆干包其實非常特別 你要在基隆當地才買得到或吃得到喔 我來吃一口有內餡的 海港男兒 大海的氣度 講出來自己都心虛 很飄配耶 這個如果在那個港邊的小池攤 這個一定要配一點酒 然後我覺得加的那個辣椒醬 超級對味 這口感很舒服耶 就是鬆軟綿綿的 然後內餡是有點調味過於有點鹿胖在 豆干包配啤酒 你要去烤飯喔 是不是 我就跟你說我海港男兒 這邊刺一個 幫我合成一個毛上去 好吃耶 這個蠻推的 魚漿的部分 我覺得 很鮮甜 也很下酒 下一道菜 日治時期 因為和平島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 不只當地人 甚至還有琉球的海女 會到此採集石花洞的原料 石花菜 我們剛剛前面吃了一個蓋飯 一個義大利麵 還有一個小點心 最後呢 當然是要吃一點甜點啦 今天就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個 鳳尾翠梅石花洞 我覺得它包裝很好看耶 這個LOGO很有趣 這感覺有特別花心思做的設計喔 這算是今天的包裝裡面我覺得 蠻用心的 這個我也喜歡 超進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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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拿來喝沒有在前面的開箱 其實它裡面很簡單 就是用梅子調味 然後有石花洞跟水 聽起來就是很瘦 水水門夏天 想要吃這種 跟蒟蒜一樣 有飽足感 又不會變胖的東西 吃石花洞 摸不到 它就是用海底的澡 去提煉出來的膠質 所以其實跟我們一般做的 寒天的口感 應該會比較像 用吉利丁做出來那種果凍 它就會有點QQ的 然後你就有一種 海藻系的做出來就是比較脆脆的 所以我這邊大膽斷定 它應該是一個脆口的梅子果凍 直接吃的話 我覺得有點 猶如我這個料理Postupor的稱號 我們還是會花一點小巧思喔 把它做成一個檸檬口味的氣泡飲 調的蜂蜜氣泡飲的部分 一如王堂的好喝 試試看石花洞 我覺得夏天市這個很爽耶 很過癮 很讚耶 然後它有調味過的出來 有點點那個梅子的香氣在裡面喔 好爽喔 你可以把它攪得更碎一點 直接插一支速攻 直接用吸的 我講說什麼話嘛 而且我覺得吃的算 算會有飽足感的 但其實就是喝一堆水而已喔 做成梅子類跟那個檸檬類的味道都特別搭 小姐姐是不是想瘦起來了 買的啊買的啊 但我覺得軟硬還是比較屬於個人口感啦 像今天這個狀態之下 我覺得硬吹一點的比較好救口 好吧我們海港男兒挺海港男兒 就是這個道理 讚我覺得夏天喝這個超級消暑 超清爽 OK那我們已經試完今天四個朋友特色的基隆食材了 最後不免俗的 我們這種開箱影片 還是幫大家盤點盤整一下喔 最想拿來送人的你們會投給誰 石花洞 石花洞 欸我也是耶 我們這樣不配票一下嗎 這樣 我覺得石花洞的包裝算精緻可愛喔 而且它就是小點心你收到的人 也不會有負擔有空在吃就好這樣 那如果是最想回購呢 我會選XO醬 我也是 我也是 熱一下那個昨天剩下的白飯或煮碗麵 拌一下那個醬 如果冰箱有多的剩菜就把它燙一燙 我覺得這一種可以拌麵拌飯的東西 還是滿無敵的 最實用嘛 那最驚豔的 我覺得應該就是 飛魚軟了啦 就是脆脆的 哩哩哩哩哩的這種感覺 真的太特別了 我投XO醬 最驚豔 它裡面有那個小小卷 最驚豔還是飛魚軟 為什麼 因為它有那個口感特別 看來大家都是口感玩家喔 基隆一定還有更多更有趣更屌 我們不認識的食材 歡迎在地的基隆費寶們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們 告訴我們這些城市 從基隆還有什麼神秘的食材 還有好吃的東西 歡迎加入基隆時空漫遊直男的LINE官方帳號 或者是你也可以到基隆旅遊網的 臉書粉專 一次過關真的好優秀 找到更多關於基隆好玩的資訊 那我是說 發表索愛客 有更多問題的話 也沒有問題了 那就先這樣 掰掰 麻煩發言人幫我們介紹一下 活動名稱叫做 大基隆歷史場景在線之 我開始太難了 漫遊基隆 錯了 基隆漫遊時空指南 不是 基隆時空漫遊指南